缅甸打击电信诈骗出了重大成果 别再盲信嘎要子了 上周末一条关于缅北电诈遭到打击的消息 登上了热搜 9月6日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 开展了抓捕行动 集中向我方移交涉诈骗犯罪嫌疑人1207名 以及各类作案工具 围绕着这件事我观察到了几个现象 给大家盘一盘 首先这应该是一件众望所归的事情 但就相关事件引起了讨论度和关注度来说 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这反映出了现在舆论生态的复杂性 一方面对于反诈工作来讲 将一些典型案例进行公开 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两年多以前许多短视频内容 将这里是缅甸北部我生长的地方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娇贵的小公主 这个段子炒得很火 如今大家对于缅北的混乱有所认知以后 再回看这些美化缅甸犯罪集团的内容 是会感到极其愚蠢的 但在当年这毫无疑问是流量密码 甚至让许多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形成了缅北是一片浪漫的淘金圣地的印象 那么纠正这种歪风邪气 加强反诈宣传就成了公安的必要工作 而在一件件血腥案件被揭露后 关于缅北的舆论迅速转向 大众开始关注真实的缅北 乃至周边国家的犯罪问题 很多科普缅北复杂历史经纬的文字 视频内容也被制作了出来 但我也看到了很多更新了版本的都市传说 甚至有些内容是包藏祸心 借此矮化公安边防工作 还有一些就是民国吹死灰复燃的 比如说一直就有一批人在炒作印度轰炸缅北 这件事一直就是不存带的 真实的情况是缅甸空军轰炸印缅边境叛军村庄 炸弹落在了有争议的边境线上 要说那也是缅甸炸了印度 而不是印度炸了缅甸 这个谣言后来变成了某些神奇生物 用来黑中国不如印度的话术 然而实际上 中老缅太四国联合执法已经持续了许多年 打击毒品走私 暴力犯罪电信诈骗等等都是一直在做的 但在舆论传播中 往往变成了英雄买骨无人知 印吹谣言天下文的状态 这些为反而反的声音发展到后来 甚至极端到组织水军 冲吴京妻子谢南的评论区的程度了 这些神奇生物两眼一闭 就说吴京不是战狼 没有去缅甸反诈 这磨刃程度是可见一斑 问题在于 当中国公安和边境执法人员 真的从缅甸 把诈骗犯给压回来了 这些造谣中国不干事的人 又全都这个沉默当作看不见了 其次 围绕缅北乃至金三角 甚至上升到东南亚许多国家 一直就有这么个 嘎妖子的都市传说 属于是早年传说的更新版 比如什么一瓶水下肚 人就晕了 或者是上街 走得好好的 被人摸了下肩膀 人就晕了 醒来以后 就是人带缅北 陌生的天花板 和不翼而飞的腰子 从技术上讲 这是很可笑的 今年是2023年 人类的科技 还没有发达到 器官随拆随用的科幻程度 光是渗源配型 就不是缅北的医疗条件能做的 被骗去卖血 甚至卖皮肤 都还有点可信度 毕竟缅甸是常年战乱 需求量比较大 但嘎妖子 嘎完做什么呢 爆炒腰花吗 这种说法 当做梗玩一玩就算了 别真信了 另外还有一些同情心泛乱的声音 觉得缅甸大多数诈骗犯 都是被强迫的 这只能说是 很多用于反诈宣传的典型案例里 是这样的 但在现实中 反而多数人是知道 自己要去缅北干什么的 就是冲着赚钱去的 关于这点 大家也可以看看 我们同事采访警方的那期视频 可以说是没啥认知的 被骗过去的 那肯定是有的 但说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那就属于是把人性想的太善良了 同时 也建议大家看一看 近期官方的新闻稿件 和放出来的执法录像 仔细看看这批 从缅甸瓦邦压回来的 1200多名诈骗犯 从外观上来说 他们的健康状况 也不像天天被关水牢 天天没饭吃 或者挨豆的样子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是 此次与我们合作打击电诈 抓捕嫌犯 遣送回国的 是缅甸地方执法人员 实际上 他们不一定是缅甸 现在的军政府方面的人 反而更可能是瓦邦的地方武装 瓦邦中央事务执行委员会 在9月初发了这么一份文件 其中央机关要求各部门 部队 地方 等对电诈 人口走私等犯罪活动进行清剿 从规模来看 肯定是不会小了 不过从缅甸当前的政治经济局势来看 指望此次行动 能够一举清除所有的电诈犯罪 那也是有些困难的 比如臭名昭著的妙把底 诸多电信诈骗园区 就可能比较难以处理 因为近期那边 打仗打得比较激烈 还闹出了地方武装 用无人机轰炸警察局 杀害公安和地方高层领导的事情 那目前对于缅甸电诈的打击 有了阶段性的成果 是一件喜事 但从长期来看 让这片混乱的地区恢复秩序 缅甸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感谢观看